Eric 是一個平凡的學生 他想考到好成績,但又不努力 經常都只顧著做百日夢 有一天 喂,小孩,就是考試了 每個人都回首給我書 你成績已經不是好 你還在那邊講,就算了 就是考試而已,下一次才播都可以 寫一次,只不過是黑仔 這次一定是可以的 你每次都是這樣說的 我讓你們而已 讓我? 你讓我這才是笨 雖然他口是這麼說 但其實他英文一點都不聰明 嘩,又在這裏發白日夢呢? 發什麼白日夢呢? 我在這裏冥想 是冥想 算了吧 嘩,你懂什麼呢? 我帶你來的男子做一個醫生 又找到人,你也有歌 醫生 別說做朋友的少女 你這樣的成績 好像沒什麼好男人 你看低我嗎? 我就做給你們看 你幾個兒 看下了 我勸你 都是得上聖地 好溫習 有個事就算了吧 水哥,聊好事啦,不穿了嗎? 哎,就是啦,真的要吵了些不冷的 哎,我的天氣不吵就不吵了 你還要吵了些不吵了 你也說得對啦 你以為你吵了幾分輸 要不然又不吵了,冷炒 就是啦,難道好像很多Herry那樣呢 經常浪費了一點時間,活發 什麼呀,我都說了我這個放太平常 還有我都有自己的奉獎 醫生,律師和機師啊 入房間,不能分手 醫生,慢慢繼續拍照啦 咦,我這次合格呀 唉,差兩分才爆分 下次努力點才行 那,同學,我們今天派成績表啦 YES,秘密得了 300分,拿到290分 下次努力 唉,這次都過得去啦 168分,升到200分 唉,OK啦 我今天很開心 阿Sir呢,今天賺我有進步 其實呢,大家這次也有進步的 這個是大家已經通告你的結果 嘩,今晚又要給阿媽飯呀 唉,提過你的啦 叫你不要再整天都冥想 是,不聽就聽啦 唉 什麼呢 什麼叫做英文好 看來我真的要努力點才行 最後 Eric 終於如願以上得到好成績